所以,我们在书严犯的背影当中,一天要一条 所以,俗伦老大人,最后,跟我们说, 修道,相担无限制。 第一,修道,就是相担你应付自己。 英武自己就是不正教了 遇到英武的心 今天要來去班 就做教練都不來拍攝 還是平衣裙求不來拍攝 你自己沒有人為你的死的死台書 最重要 你不覺得你身體這麼好 你不覺得說好 什麼 其實 我們的生死台書都是我們自己在關心的 所以修英學多上的就是你割定 英武你割定 一對說 阿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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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可以說大家 大家在混淌 聽班 老師跟我們說 會在小二十小條 所以我們要有那個心 就說我們割米湯的 他割檔沒來混淌的 江湯明慶祖的很難求的 通常做到說 阿疆是什麼有班啊 他都不想來混淌啦 那就是正確的心 正確的心 正確的心 我剛剛做一下呢 當你生日有班的時候 來這裡求老師送米 求上天送米 我如果好的時就不會安裝 但是呢 那上天送米 給你好好的時就呢 三斤 一個禮拜 就都不會給自己了 齁 所以咦 想到你不能自信吃米 我們要割出我們的人生 自信的心 想到你生氣的身體 自以為是很有能力 齁 想到我們要有聽你的心 就是啦 因爲你做的領域所有的名字 都是在我們特貴的特色 你才有那麼多信用 所以你如果也做的領域所有的道理 你社會上的你總之要去聽到 社會上的都有一些理性啊 保理賺錢啊 到底不會保理做人的道理 不會保理要怎麼生死 但是你要怎麼去照佛啊 齁 所以 人家不自以為是 我們怎麼有聽你的心 就是 想到想到就是見面 見面 見面的就是說 是你等了一段時間 你的心不堅定 比如說啊 心得很簡單很平常 你不要動作很舒服 你不要把自己的生命拿進去 你的位 你會漸漸漸漸漸 流失去了 所以 過去我們 弘典的事實上會告訴你 你順境當中 不知流失了多少 多多少 你順境的領域 你不會感到得不悔 你 你會感到說 哦 這都是我自己打招來的 你無形的領域 哪不是有上天主義呢 你不要這麼順暗 好 第一件 見面